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聖利斯這個品種 就是 Socobusia這個樹 然後呢 它基本上它是在玻利維亞的山上 然後海拔在2500到2800之間 那它是真的長在山坡上 所以如果你Google 就是Socobusia 然後 Patricia Patricia 對 或者是Hertussi H-E-R-T-U-S-I-S-I 基本上就是 你會不會可以看到它們在原生地 就是真的長在石頭鳳梨的山上 好anyway 那 基本上這個品種呢 就是石森是有快根的 那快根 如果你看這一個 是不是 就有快根在下面都長到出去了 好 然後 這個 就這樣 然後 它這個品種在原生地有 怎麼講 就是聽說在Google上面的資料 就是說 你在同一區域的不同高度 或不同區域 你就會看到同一個品種 同一個品種 有不同的心態 比如說 有 毛比較金啊 或者是 毛比較白啊 像這樣子啊 然後 就是 一樣是金毛芥 你看 這種 不一樣的 形態 這個都在原產地都看得到 那 基本上呢 這個品種 它 開花 就是很鮮豔的 然後 呃 它們在原產地呢 跟 黑莉丸 或者綠莉丸 它們是在同一個產地 像這個 啊 這個一樣 今天剛好也開花 所以來亮相一下 好不好 這個 Socorbuschia 這個薯的花 真的是很鮮豔 好 就這樣 好 那 我想要來 剛好有一盆 可以 這麼滿 這麼滿 就是這麼滿 要來一盆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好像兩年 兩年多了吧 好 然後你看這個 一樣都是長矛的 這個就是比較黃 這個 顏色比較白 然後 一樣 在同一個產地 白毛的部分的話 你看 有的毛 比較稀疏 然後有的毛 比較密一點 像這個就是稀疏的毛 好 就比較 不討喜啦 它這個就比較綠 然後這個比較紅 這樣 好 那我們拆拆剛剛 拆 剛剛的 這一盆 這一盆 拆下來 來看看 這個 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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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換盆 好 拿到旁邊 這樣 這樣 剛澆水 剛澆水 玻璃一下 看看 這樣 這個 這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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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腿 就是下面 下面跟上面有的比 蘿蔔腿 好 這個可能這個 毛就沒有那麼 黃啦 那麼那麼金黃色 這個 既然都剝了 就剝吧 這樣 上面是這樣 等再大一點 它就會 像這樣子 這樣 這顆也是石森的 然後它 花呢 就從旁邊 這樣子 然後開起來 所有的那個 這個 Socrobusia的樹 它的花 都是從下面開 這樣子 開起來是很鮮豔 那這個 昨天 這一顆昨天已經開過了 所以那個 昨天太陽很大 所以花瓣就已經 有點變形 沒那麼漂亮 對 很可惜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 我還有其他的 可以看 好 好 總之呢 這個品種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 實際上 拆開 所以就有塊根的 你看有塊根的品種就是 粗嘛 但它最尾端的地方 就會分岔成細根 這樣 然後這個品種呢 等一下再來種 這個品種呢 基本上 這個品種 大致上 應該說 溝寶山 Socrobusia 這個 這個樹呢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想要讓它開花的話 你在冬天的時候呢 就要維持原本的日照 這是正常的日照 然後 斷水 這樣 然後 到了春天 也就是 三四月的時候 它就會冒花苞 然後就會開花 好 那 基本上今天介紹就是這樣子囉 OK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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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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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